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拉越基督徒吉尔爱尔兰挑战内政部禁用阿拉字眼 斗庄历经13年后在高庭获判上诉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 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政府便入笔上诉 两年后的今天 网络媒体自有今日大马报导 总检察署早在上个月18号 代表内政部通知上诉庭表明放弃上诉 另一边乡 史兰儿击打击联邦直辖区宗教理事会代表律师哈尼夫 授寻时也证实 今早获知总检察署已经撤案 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福丁 今天出席内政部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时 对有关消息执政不讳 并且透露 内阁在几个月前已经收到通知 这就是一项组的总检察网络 两个部分的总检察网络 第一个,如果您需要决定的总检察网络 您需要决定的总检察网络 或是您可以决定的总检察网络 总检察网络 您需要决定的总检察网络 什么决定的总检是决定的总检 所以在这些事 如果我没有错 这就是一个批判之的 这就是一个批判之的总检 不过,关于撤回上诉案的原因等详情 塞福丁没有透露更多 表明内政部明天才交代来龙去买 对于内政部突然转态 联邦直辖区 伊斯兰教律师协会主席 纳都再努里扎感到遗憾 他认为内政部辞举不符合联邦法院先前的裁决 也就是吉隆坡天主教教会禁止在先驱报周刊 使用阿拉字眼 因为联邦宪法没有父权教会这么做 有鉴于此 内政部理应说明撤回上诉的具体原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